好 好 这个是希塔角 那希塔角是你可以随随便便 因为它是一个变数 它并不是一个定值 所以你可以在数学上面 或者在物理上面你去表示 都是你可以随便来定义 一个角的希塔角 那我说说跟垂直线的角度夹角 就是希塔角 那在任何一个角度的时候 这个物体从这边沿着浮长荡上来 那L 所以这个角的小的位移Ds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L乘上D希塔 因为它是一个小的浮长 实际上了解吗 OK 所以从0 从Initial的State到Final的State FinalState可以任何的一个角度 但是任何一个小的浮长就是L D希塔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这个位移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呢 就是我们的C塔 小的C塔 就是你们在讲延众运动 脊座标 就可以把它当成UC塔来讲 那它跟S走的夹角是多少 这个跟S走的夹角 这个是C塔 当然这个就是C塔 这是C塔 这边就是C塔 所以你Ds 跟I方向的投影就是Cosin Theta Ds 让我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好 好 这是刚刚下课很多同学在问的问题 从上一节课里面 你已经知道宫了 那我们怎么把 connect energy 运进来 宫你已经知道了 那什么是动能 那我说 如果我有一个物体 所受的净粒 OK 那净粒呢 它是一个定质 它是一个定质 那受到净粒作用的时候 那既然它是定质的话 那这个净粒 当然是会使这个物体 产生一个加速度A 对不对 就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已经都告诉你的了 那我们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里面 又告诉你说 好 这个净粒啊 所产生的加速度A 使这个物体 从Vi 加速以后到Vf 因为F是定质 A就是什么 就是定质 那A是定质的话 那你们都知道 Vf跟Vi之间的关系 是等于2As 对不对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 所以 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A 实际上就是这个定质 给它的加速度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 这个放进来 A的部分 是等于2As Vf 平方减Vi的平方 然后两边乘上N OK A就是我所受的 净粒的部分 因为它是定质啊 所以 F 这个净粒所受的 公 W 基本上 基本上 就是F Bot 这个呢 FdS 你把它移向过来 就变成是 2分之1的 M Vf平方减 Vi的平方 那你现在看到一件 有趣的事情是 左边是一个Energy 是我们 所谓的宫 OK 右边呢 右边呢 是一个跟物体的运动 相关的物理量 而且 这个跟物体运动相关的物理量 是跟 它的Initial state跟Final state 相关的物理量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Energy OK 因为左边是Energy 右边 应该也是Energy 只是这个Energy呢 是跟Final state 跟Initial state 有关 换句话说 我把它写成 2分之1 M Vf平方 减2分之1 M Vi平方 这个Energy 是跟Final state 跟Initial state 有关系的物理量 那 我们 知道这个Energy 是跟它的 运动速度相关 因为Vr 运动速度相关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Energy 叫做Keynotic Energy 换句话说 我现在我就定义 我的Keynotic Energy 它就是等于2分之1 VV平方 一个物体 当它以V的速度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动能就叫2分之1 MV平方 那 在这个定义底下 你现在非常容易就知道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净力 所做的工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净力 物体受到这个净力 所做的工 它就等于 它的Keynotic Energy的改变 也就等于EK 那个Infinal Step 减掉EK 的Inutial Step 这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工 跟能量之间的一个转换关系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原理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把能量跟功 这两件事情 已经把它连结在一起了 而且这个连结呢 基本上 基本上 并没有任何 新的观念 完全 是有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来的 那 只不过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是完全力的观念 是向量的概念 那 到这里工的概念里面呢 你看到的 它是一个 完全是存量的概念 是一个存量的概念 这是 我们在物理上面 我们会发现 存量跟向量 它们之间 其实有某些地方 是可以把它 合并一起 然后它的关联性出来 那这是 我们平常 很简单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假设 在二度空间上面 那你是一个 变力作用的部分 我以二度空间为例子 那我说 在一个二度空间里面 随便一个轨迹 那任何一个时刻 物体所受的力 所以我们在星期一考试 也有一个题目就是属于这种 物体所受的力 F 那这个F呢 基本上 你是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分量的 第一个就是什么 F可以分为两个分量 哪两个分量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FORCE都可以分为两个分量 分为哪两个分量 啊 啊 什么 SY方向 SY方向 为什么一定是SY方向 是可以分为 SY方向 这个答案也没有问题 啊 垂直速度跟平行速度 很好 垂直速度跟平行速度 垂直速度方向就是什么 向心加速度 平行速度就是什么 你去改变物体的运动速度 所以 如果 我们这个物体 它的运动速度是 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的 这个FORCE 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呢 就是平行速度方向 一个呢就是垂直速度 所以 你现在就变成有一个 是你的平行速度方向 一个呢 是垂直速度方向 这是 你的FORCE的部分 那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平行速度的分向 就是改变你的什么 物体的运动 速度的大小 那 你的 你的垂直速度分量呢 OK OK 就是 在改变你的 物体的运动方向 那 是跟你的 这个趋力半径相关 的物理量 好 既然你已经知道 那平行速度分量 是跟 改变你的 运动速度的大小 的话 那 我就可以把 我的平行速度分量 我就直接把它写成 M DVDT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力 是来改变你的 速度的大小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我为了要把 这个平行速度的分量 其实它是跟什么 轨迹式相关的 所以 我可以把 乘上物体的轨迹 这个就是我想要 去计算出来的工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就把这边做一点点手脚 我说 DVDT 其实 我可以把它写成 DVDX DX DX DT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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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DT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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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个积分 左边就是我要的东西就出来了 左边就是我们所谓的公 从S1的位置到S2的位移的部分 那在S1的位置是V1 在S2的位置是V2 所以你很自然而然 这边1分之1mm是定值 V2平方间 1分之1的mV1的平方 所以是很自然的 虽然我们是在一个二度空间里面 但是由于你的公是平行的分量的部分 那我所得到的结果 跟我刚刚在这边用一度空间的方式 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换句话说我的公是等于k2-1k1 也就等于data2k 这就是我们的功能原理 换句话说功能原理 并不一定是用在一度空间 在三维的空间一样是成立的 好 好 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就简单的从功到能量的概念的部分 那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的话呢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举个例子 我说 假设我现在 有一部车子好了 然后 我以b的速度 在这个没有摩擦阻力的地板上面 运动 然后呢 我到这个地方压缩一个轮胎 那这个轮胎呢 让我把这个车子停下来 那为了要使这个轮胎呢 变成一个是很简单的问题 这是我们物理人 最简单的方式 常常把很复杂的问题 变成很简单 就假设这个轮胎是一个弹簧 那你等于是什么 你等于是 你这辆车子 以b的速度压缩这个弹簧 然后让它final 它是禁止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希望知道的是 我要求的是 我到底这个弹簧被压缩了 我到底这个弹簧被压缩了 车子从原来的速度到final 是等于零的部分 就是从v到零的部分 它的起始的动能到final的动能 就等于是2分之1m final vf是等于零 这是等于零 减掉2分之1m vi的平方 那vi是等于v 所以这个是等于负的2分之1mv平方 那这整个能量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你的堂皇 所做的功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堂皇所做的功是等于多少呢 我说堂皇 你所做的功 刚刚我们在这个 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有 有对堂皇做功的部分 没关系 可以再把它写一下 我说堂皇所做的功 就是我们的弹力 然后乘上dx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 对这个物体来讲 当你在压缩的时候 堂皇的弹力 压缩它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 堂皇的弹力 它基本上面是 这个负kx的 ok x是往里面压缩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f的springer 它其实是负kx的i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堂皇所做的w 基本上面是等于 负kx的dx dx跟i就是负kx的x 从原来的零点开始压缩到最高点 x从0压缩到最大的点 maxima 那这就等于 负kx的maxima 平方 减kx0 那x0的平方 就是等于零的 就把它直接打掉 这其实 这是一个 我还是会希望 同学写出来 因为这是 很多同学会犯的错误 那现在你看到 这个就是 负的1分之1kxmaxima 这个词应该是 跟它一样的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w 等于data1k 那w是等于 负2分之1kx的maxima 平方就等于 负2分之1mv平方 那你把它消掉消掉 x的maxima 就得出来 就等于k分之1m 然后v 这是你得到的结果 好 得到了一个结果 那 这个结果 基本上面 从这个结果里面 你得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你会看到 你的这个压缩的 这个 量 弹簧压缩量 是跟你的速度成比例关系的 换句话说 你的速度越快的时候 你必须要压缩的量 就会越大的情况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撞到那个什么 轮胎的时候 那你看到 那下面这个例子呢 是 我踩煞车了 那踩煞车的话 你基本上面 我要让它等于离 我要多少的距离 踩煞车以后是什么 把轮胎 滚动摩擦 已经变成 滑动了 对不对 滑动摩擦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是 踩煞车以后 这边是什么东西 在做工啊 摩擦力在做工 所以 你摩擦力所做的工 一路上 你的摩擦阻力 都是跟你的位移方向相反 换句话说 你的工 你的摩擦阻力 DOT你的DS 是等于 负的F 从零点 开始到你 这个煞柱的这一点 D 如果你的摩擦阻力 是 这个 负的FD 那这个结果 从 让你 DOTEK 是有 原来的 Initial state 是等于 Final state 减Initial state 这个Final state 是等于0 Initial state 是等于1 对 我们的Initial state 是等于 Initial state 是V 所以我们可能负的2分之1 MV 平方 那我们看到了 FD 它是等于2分之1的MV平方 那你现在也看到了 你的刹车的距离 如果是在摩擦力固定底下的情况之下 我的F是等于Constant 那D呢 就等于2分之1MV平方 除上F 我的刹车距离 是跟我的速度 平方成比例的 跟你撞到轮胎是不一样的哦 你撞到轮胎是什么 你等于这是你的刹车距离嘛 对不对 你刹车距离是跟 你的速度成比例 但是它是成 平方比例 所以 你速度越快的话 你刹车距离的 那个安全距离就什么 要越大 大很多 同样是刹车 一种是撞轮胎刹车 一种是什么 是用自然的刹车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出来了 从这个简单的分析里面 就看到了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看 我们先对一个东西 先做定义好了 POWER 你已经有能量了 那这个是功率 那功率的定义 其实很简单 功率的定义 P 我可以先把它做平均 那你做平均的时候就是 你在data T时间里面 你的功的变化 就是你的平均的功率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Average Power 那我们平常我们不会写这么多个字 我们直接就把它写成P bar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自然有平均的功率的话 那就有顺时功率 那顺时功率 那顺时功率就是data T limit data T趋近于零的时候的平均功率 这就是我们的顺时功率 这就是我们的顺时功率 那依照维基分的定义 我们就把data T data T叫做顺时的一个功率 那它的单位很简单的就是 能量的功能单位在Si unit里面是Jower 然后时间的单位是这个秒 所以每秒多少Jower 那我们定义叫做瓦特 ok 这是我们最常应用的这个 这个Si unit 那另外一个在音质里面的话 我们叫做一马力集马力集马力的话 那我们就HP 那这马力的部分 那一个马力大概是等于746瓦特 那这是我们在物理上面 常常会应用到的一个单位的部分 那对于这个功率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面 你看到的 很多的电器用品上面的标示 都是以功率来标示 就是说它的平均功率是多少 比如说电锅是800瓦的 然后电灯呢是这个40瓦的电灯 我们这个长度 这一根长度是4尺 那就是40瓦 1尺就是10瓦 就是常氏 所以就是说平常的话 我们都是用功率来表示 那代表的就是 在每单位时间你会消耗多少的能量 那几瓦你出来以后 然后乘上时间就是你消耗的能量的部分 是我们对于功率的部分 常常会用到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已经大概把能量的概念交代了以后的话 那我们就会再接着 会再回来 就是说对整个能量 到底摩擦力跟无视摩擦力 就是保守力跟非保守力 它之间的关系 和再回到这个动量守恒的部分 跟动量守恒两个合并在一起 那就会有动量守恒跟能量守恒 跟动量守恒跟能量不守恒的情况 就去分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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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